民众行津山区道路要格外注意是否有野生动物出没 日前一位灵性民众返家的时候 在大五乡大祖村爱国铺产业道路上发现受伤的幼鸟 因为担心遭到陆沙联系相关单位 将幼鸟送到多两派出所 由警方协助安置 并交由台东县农业处接管照顾 经过查验后 研判是二级的保育类凤头苍蝇 民众行津山区道路时 要格外注意是否有野生动物出没 因为日前一位灵性民众返家时 在大五乡大祖村爱国铺产业道路上 看见陆中央站着一只小动物 阴天色昏暗 原本误以为是石头 上前查看才发现是一只幼鹰 一动也不动 原来腿部受伤导致无法行动 而鹰担心幼鹰遭到陆沙 立即联系相关单位 并将幼鸟送往大五分局多两派出所 日前灵性民众在大五乡 大祖村爱国铺产业道路 发现一只野生鹰类的幼鸟 幼金遭车辆染病 立即联系相关单位 并以隔日将幼鸟送至本分局多两派出所 有援警公帅政温红兵协助处理 而警方协助将幼鸟安置 并交由台东县政府农业处接管照护 经过查验之后 初步研判是二级保育类凤头苍蝇 立即将它送以治疗 请检视幼鸟状况后 暂于安置 过去交由线铺 农业术接管照护 大五分局 提醒民众 台东县部分郊区 道路不使有野生动物出没 用路人驾驶车辆 请随时注意车检状况 并于视线不加持物端 开启大灯以维护交通安全 若发生野生动物受伤 可以拨打台东县政府农业处 等动物保护单位 派员前往处理照护 大五分局提醒民众 台东县部分郊区道路 不使有野生动物出没 用路人驾驶车辆 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 并于视线不加持 开启大灯以维护交通安全 若发现野生动物受伤 可通报台东县政府农业处 等动物保护单位 派员前往处理照护 并提供适当收容安置 及医疗照护 就讲解大五相报道